在小微的记忆里 每天早上最常吃的早餐就是一碗米粉 生在他乡 对一碗米粉的想念 估计是全体湖南人 最简单也最直接的香愁吧 米粉本身没有任何味道 全靠汤来调味 所以汤头是一碗米粉的关键 马子就是放在米粉里的配菜 炒马就是在点粉的时候 临时用炒菇炒出来的配菜 这样的马子新鲜而且香气浓郁 香菜牛肉就是其中一个小微的最爱 牛肉和香菜经过爆炒 互相提香真味 汤汁浸入到米粉里 是原本无味的米粉 顿时吸取了所有的味道精华 保证你缩上一口就停不下来 一碗米粉解香愁 小微吃出了满满的幸福感 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视频 请别忘记关注小微时机 分享最美味的家常菜